一人的白天 一类一身后 一人的白天 虎哥亲戚即将上演 自爆新角色 比梅长苏更有挑战 觉得郑秋冬会很难 杨阳刘亦飞 演绎稿版三生三世 纵桃花朱朱石 举异都很心事 王大陆的大嘴屡遭调侃 很多人说就是 跟王大陆开文系 就像打火罐的 一人的白天 好 回来到 好吃要给力不厉害的 点心面端广名播出的 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金鱼诚 各位好 我是金泽源 是的 又到了7月份了 我觉得每一年 到了7月份的时候 我心情都是特别好 因为感觉呢 又像回到了 这个暑假的时候 每天可以在家里睡点觉 然后吃冰棍 还可以看电视剧了 不过于哥 你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 如果你想 回忆去体验这种暑假的生活 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可以学学人家吴奇龙 最近吴奇龙也是EMBA 刚刚的毕业 在微博上晒出了 自己跟自己的老师的合照 发现 哇 这是一种可以 重新回到学生时代的 正确打开方式 所以于哥 这条路是不是可以指向你 所以看到我们的四爷 这个EMBA毕业 我也觉得是特别为他高兴 而且听消息说呢 之后他又可能会 继续留学欧洲 去深造读这个博士 真的是厉害了 当然这边呢 吴奇龙是要准备出国留学 而那边呢 前不久刚刚出国留学的胡哥 已经回来了 而且准备节拍新角色哦 自从宣布出国深造后 胡哥这一年多来 鲜少在公众场合露面 上周胡哥惊喜 现身北京为自己的 最新职场猎头大戏 猎场站台宣传 尽管这次 在剧中饰演一个职场精英 但现实生活中的他却自爆 根本就不是一类人 军美国这个行业 以我肤浅的认识 他就是一个看人的行业 要冻结人心 这恰恰是我的短板 以我周围的身边的朋友 对我的评价 我是一个看人极其不准的人 可能我太 我的生活中太感性了吧 明明不会看人 却要演出洞察人心的猎头 如此大难度的挑战 也难怪胡哥对剧本爱不释手 胡哥更坦言自带主角光环的梅长苏 都不如这个郑秋冬来得有意思 从我的表演的体会来讲 我觉得郑秋冬会更难演一些 其实在我的内心 这两个角色没有不到第一次分 但是从一个演员的角度出发 如果一个更难演的角色 我完成他了 我的内心可能成就感会更大一些 演员不只有一面 而能够把不同类型的角色 都演绎得深入人心 那才是真正的演技派哦 上周末李沁现身上海出席商业活动 最近正在热播的《楚桥传》 让李沁这位小鲜花风头正进 在剧中饰演 原纯公主的李沁随着剧情的深入发展 也一改乖乖女戏路走起了赴黑风 对于这样的突破 李沁也直呼很期待播出效果 我觉得其实演这种的话 可能是另外一种感觉 然后尤其到后期的话 有一点点赴黑 我觉得还是 我对我自己也是觉得 蛮期待的吧 这回在《楚桥传》里 李沁这位小公主 可是对斗萧戏演的烟循世子 持心一片 而对于两人的厨子合作 李沁也大赞 萧哥真是一名好演员了 有一次就把我吓到了 就是他演九优台之后的戏份的时候 因为比较沉重 然后整个人物状态是颠覆的 然后有一天进化 然后今天看见他的时候 他就特别的演 然后整个人看上去就很闷 因为他觉得九优台之后的戏份太重了 他要从生活中 就要去抓那个人物状态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认真 而且非常的敬严 今日胡夏现身上海出席某活动 乖乖的刘海和标记性的黑矿眼镜 再加上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也是立马勾起小编的青春回忆 虽然外在没有明显变化 但不爱运动的胡夏 自爆自己的八块腹肌 已经减了一半了哦 每次都是见一个星期就休息 休息两个星期就会这样 所以还是要坚持下去 之前我有八块腹肌的 这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没有开玩笑 但是现在好像就只剩下四块了 我说胡夏 你怎么说也算得上是偶像派实力歌手嘛 如此不注重形象的 你可真该长一点心了 近两年唱了不少影视剧主题曲的胡夏 也渐渐在影视剧中展露头角 对于接演不同的角色 这位少年也坦言学习到了不少 其实有陆陆续续地见过不同的角色 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个角色跟自己都不一样 你在演每个电影的时候 你在演不同的角色的时候 你是在尝试不同的人生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最吸引的地方 然后在过程当中再慢慢地去学习 去学怎么演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科班出身 所以我觉得是边经历边学习的一个过程 即将于7月7号上映的 爆笑喜剧《爵士高手》 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里 导演卢正宇携国彩杰 蔡国庆以及一众喜剧演员出席活动 让小编颇为惊喜的是 这回偶像剧出身的 国彩杰和歌手出身的蔡国庆 也加盟喜剧团队 但现场国彩杰却爆料 没想到拍喜剧也会有动作期 一度让自己差点进医院的 虽然那场是有吊威亚 但是为了要追求一个 就是被小鱼摔在地上的那种 心碎的感觉 所以就直接摔 然后摔了很多次 最后一次就摔到了脑 后来就回台湾就进医院了 现在但是现在好了 郭彩杰演喜剧差点受伤 但蔡国庆老师演起喜剧来 却让自己荣光浑发 回应起这次在喜剧领域里 小事牛刀蔡国庆老师的回答 几十足 今天真正的主角 真的是我们的郭正宁导演 他能够 在中国这么多唱歌的人当中 他独具慧眼发现了我 真的想说 哇 中国电影界埋没了我这么多年 终于被我任意导演发掘 小饼点评 老师您这样自夸真的好吗 时隔十二年 基于吴世贤导演合作 独自等待后 夏宇再度与舞蹈合作 拍摄了一部都市奇幻喜剧电影 反转人生 日前正在北京举行的首映红坦上 主演夏宇可是爆料 这部影片是导演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呢 除了夏宇这个男一号 50前导演还邀请到了宋倩 严妮等女演员一起合作该片 哎 奇怪了 舞蹈这次怎么没有邀请自己的妻子 龚贝壁出演呢 当晚带着儿子亮相红坦的龚贝壁 就为大家揭晓了答案 因为我刚吃电人了 所以我刚吃电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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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凡天总和报道 是的 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只要参与到我们的微博 或者微信互动的环节呢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礼物了 那今天我们要送出的就是由日本当后 向板口见台狼主演的电影 与君相恋100次的电影票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呢 京城81号的电影票送给大家 像主演张志玲娜 钟心童啊 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梅婷 都会在里面出现 话说呢 这一次京城81号呢 也是云局各位大咖 接下来呢 就去发布会的现场 你看究竟 男神城包笑点 张志玲普通话太差坑梅婷 昨天惊悚悬疑电影 京城81号2 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 主演张志玲 梅婷 阿娇等纷纷亮相 分享台前幕后 创作影片的感受 令人没想到的是 第一个发言的张志玲 一开口就把这部影片的 惊悚氛围 搞成了喜剧片 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角色 我在浅世的时候 是一个孝帅 孝帅 孝帅 对 然后再 不错 前世故是一个外国人 是个孝帅 然后今生就是一个 文物的收服员 文物的收服员 修复员 修复员 我说了跟你有问题吗 文物的修复员 虽然张志玲憋脚的普通话 十分能够活跃气氛 但在拍戏时 可就苦了与他对戏的梅婷了 必须都很重要 对对对 他跟那个剧情很有关系 最苦恼就应该是媒体 因为我不挺像他念这个东西 可是我可能要自不选标准 所以他可能要一直忍住笑 也说不定 男神承包笑点 杨阳刘亦菲演绎搞笑版三生三世 由杨阳刘亦菲主演的电影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昨天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这对颜值超高的俊男美女 一上台就把现场气氛 调动得不要不要的 活动现场两人除了大丸自拍外 还多次将影片中的经典桥顿重新演绎 天下之大 桃花万千 你何必纠缠着老生呢 不如回那天宫 多取几位 侧妃 这边神仙姐姐的浮夸演技 让小兵印象深刻 而随后洋洋施展的搞笑追求方式 更是放飞自我 纵有桃花朱朱石 取义都能先上 好 好可以吗 男神承包笑点王大璐 大嘴屡遭调侃 今日网剧 鬼吹灯之木野鬼市 在北京举办发布会 都说每个剧组 都有一个搞笑担当 王大璐便是鬼吹灯剧组 当人不让地开心过 至于为什么 咱们来听听金城怎么说 他一张嘴我们大家就笑了 他一张嘴我们大家就笑了 不信吗 放几张图 你们感受一下吧 难怪王月欣的女儿被吓哭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 但王月欣还是耿耿于怀 好想笑怎么办 小编很好奇 王月欣的女儿 有没有留下什么心理 隐眼呢 而王大璐除了嘴大 虾哭小女孩之外 就连跟女演员拍吻戏 这件事也遭到了调侃 有人竟然形容 跟王大璐拍吻戏 像是拔火罐 不知道在戏中 金城是不是感受过 拔火罐这件事呢 很多人说就是跟王大璐拍吻戏就像拔火罐吗 我这个还没感受过 我这个还没感受过 可能是吗 我们俩没有文句 就还有就是有网友说 因为王大璐是男主角嘛 所以这部剧可以改成鬼吃灯 你这问 你这问我 你这问他 所以金城队 鬼吃灯 这个字怎么看 我觉得太符合了 好 给你听 你们红靠连 王大璐走红 靠嘴 男神城包笑点 扎杰幽心 头套戴酒 会图顶 昨天网络IP大电影 新公秘语 在恒电举办 开机发布会 主演扎杰 SH48 曾燕芬等主创 新秀亮相现场 曾因刺客列转 而走红的扎杰 此次首当男主挑大梁 一身李贯华服现身 英气俊朗 可惜帅不过三秒 扎杰就频频撒汗 看来酷鼠拍古装 果然是一大挑战 相信就没什么办法 这个问题男孩的问题 显然不止这一点 对于整部戏 需要粘头套拍摄 扎杰也是忧心忡忡啊 古装的粘头套 特别麻烦 我听他们说 老沾头套会秃顶 会秃顶 秃顶 我就想 那如果以后秃顶的话 去直发 但是直了拍古装的话 起码还是要被剃的 但直着头发不会长出啊 小费姐评 你想的会不会太多 乐饭店综合 好 欢迎回到好 交给力 卖海的点心面 主要关明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金城 各位好 我是金泽远 哎 说实话 鱼哥 我发现你最近过得不是很开心 而且我觉得不是很顺利 有一天是不是骑自行车 而且被雨浇了呢 你说人倒霉不倒霉 福州连下三天遮雨 每天只下一小时 我每天骑车也就骑半小时 偏偏这三天我都淋到雨 真太老霉了 可是细心的我发现 鱼哥 你的照片真的是太像作秀了 那个眼神 那个发型 有没有感觉像作秀 但是鱼哥 怎么要作秀呢 你今天是不是老对我 什么意思 我们是一个有争取的人 我们来看看谭校长 最近呢 人家也是在准备歌唱 开歌唱 突然间是倾盆大雨而下呀 你看人家装人敬毁 这才是下雨的正确打开方式 对不对 不过你别说 谭校长真是我心目中 一直以来的偶像 这个虽然年纪大了 在演唱会上还是那么拼 更关键你看有张配图 我觉得特别逗 他在那边指着对方说 肖静腾 你一定躲在那边 我知道你来了 是的 这边呢 我们的这个谭校长 可以说是非常卖力 在雨中为大家开唱 另一边呢 我们的小太阳的钟翰良 也是举办了自己的 第二次摄影展哦 去现场看一下 翔周五 钟翰良细节艺术展 发布会在上海举行 要说起 娱乐圈里的动静男神 出道25年的钟翰良 绝对算得上是其中一位 为了庆祝自己 出道这么多年 依旧保鲜 钟翰良也是搞起艺术展来 当天钟翰良的妹妹 Jacky也是惊喜献身 为哥哥的艺术展助阵 余人向来都被摄影区的 镜头记录 但这回钟翰良 一改艺人师分 化身摄影师 记录自己身边的点点滴滴 其实这已经不是 钟翰良第一次 举办摄影展了 早在两年前 钟翰良就在台北 举办过自己的 首次摄影个展了 第二次半展 风格应该大不相同吧 现场他就和大家 分享了自己的幼年生活 小编点评跟着小太阳的镜头刷一波回忆吧 今日汪素龙1022女生等现身下门密现场 巡回音乐演唱会现场 用歌声回馈粉丝 曾凭借翻唱《好想你》而走红网络的1022女生 当天更是实力演绎什么叫做最美和声 听过这么美的和声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被圈粉了没有呢 不过这些都去浮云 当汪素龙出场的时候 那人气才叫旺呢 话说在某节目中 汪素龙一口气演绎12首歌曲串烧 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超高气力 只是在当天现场 耿直的汪素龙就自爆 不是因为自己的记性好 而是因为有提字器 很多靠我记词很厉害 但其实我记词一点都不厉害 因为那个小伙伴们的串烧呢 它是有提字器的 所以在前面 所以那些小伙伴们是我真的记住 这一日大成小爱重塑未来 公益联盟启动仪式在京举办 作为共同发起人之一的孙男出席了活动 同时圈内诸多好友也现身助阵 比如一直比较低调专注演戏30年的陈道明老师 看到大家如此给力 作为此次活动联合创办人的孙男 自然更是不能落下 这不就连自己的演唱会 也成为拉动工艺事业的好办法 22号在杭州演唱会 我们希望能够 在我们演唱会的赞助方式方面 他们也拿出很多善款 来赞助我们的从出未来的这个专项基金 我相信未来我每个演唱会 都要跟我的专项基金可能挂上关系 昨天由东南卫视联合保龙城市广场 举办的泰山手摇咖和康师傅 金汤肥牛面赞助礼品的 第九届保龙K歌大赛在福州举行 近百味的歌手齐聚一堂 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音乐盛宴 据悉此次K歌大赛的前三名 更有机会参与到全国的总决赛 赢许百万元大奖呢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赶快来报名参加吧 日前由福建莆田市委市政府 举办的全国金银珠宝界 金银联盟招商推介会 深圳市莆田商会第二届礼监市会成立大会 在深圳隆重举行 莆田市长李建辉 深圳莆田商会会长孟国强 都参与了此次盛会 一直秉承着心怀天下 勇于开拓的莆田商会 通过一段简短的视频 便将黄金珠宝行业的情况 一一展现出来 后生豪杰 金汇醉 聚集在商会的旗帜下 用情形 合作天下的情怀 去创造属于同商人的 宏行伟业 发布会上 深圳市莆田商会会长 孟国强先生 不仅介绍了莆田商会的现状 更特别感谢了社会各界人士 对商会的关心和支持 深圳市莆田商会 已成为群云汇聚的大家 我们要依靠商会的全体会员 把商会办成民主 和谐阳光的商会 有报道 玻璃海台 环境来到玻璃海台 芯片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答对问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我们上期的正确答案就是进冬 恭喜以上两位朋友可以获得的是 我们玻璃海台大礼包一份 以及我手中 东南卫视娱乐乐饭店 为你定制的充电宝一枚 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拿着梅花的人是谁呢 主要答案的朋友可以登陆到 我们娱乐乐饭店的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信息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话就有机会获得 玻璃海台提供的礼包一份 还有就是我们东南卫视为大家提供的 特制的手机充电宝一枚哦 是的今天的节目就这些 明天同一时间 乐饭店在这里等着你哦 再见